Hello 大家早上好 我们今天来吃早饭吧 今天是测评这个汪雨霞 在正式吃饭之前呢 我要先舔一点肚子 因为现在有点饿 我属于一旦饿了 就吃什么都很香的人 这个是之前剩下的面包 是芝士肉松的 面特别香 表面还有点香葱之前 现在好像没了 它里面的肉松里面还夹了一点芝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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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肉粽鱿鱿鱿鱿鱿鱼 有一点微辣的那种 我觉得特别好吃 今天是 烟麦泡了奶茶 丝袜奶茶 我们来测评吧 总共买了四款绝酥 所以他们店里那四款 各一个 嗯什么 我要说一声不好意思 因为我把那个单子给弄丢了 所以 我也记不清买的是什么了 我们待会吃的时候再说吧 第一款 好像这个是老婆饼 我们来吃吃看 好像是糯米的 嗯 吃到你的 好吃 我之前吃过一些王女侠 但吃他们家 最出名的是绝酥 嗯 好好吃啊 糯米馅的 嗯 吃到后面会有一点点 我觉得有点略甜 第一口很好吃 第一口很好吃 第二口 怎么感觉也是糯米的 可是两款不一样哦 嗯 我吃起来馅儿差不多 但是它这个上面要厚一点 就是 它的皮会厚一点 还需要一点椰蓉 这个 这个是豆沙的 这个是豆沙的 嗯 这个好吃 我想起来了 嗯 它这两个好像是 一个是 老婆饼 一个是老公饼 一个是老公饼 是豆沙酥 大家看表皮做的还是很细腻的 嗯 好吃 你看 这个表面有杏仁片 哇 一口下去 感觉那个气儿没了 这口吃就看是什么 这口吃就看是什么 嗯 吃不出来 哈哈 我一会儿去大人里面再查一下吧 然后查完会放在那个目录标题栏里面 按我吃的顺序方 大家看的时候可以去注意一下 嗯 最好吃的我觉得是豆沙酥 啊不 是我之前那个视频里面的 龙井酥 那个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因为里面有肉松 和蛋黄 这个面包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和刚刚的肉松是一家买的 叫麦子工坊 这位武汉随便一家商场 我随便进的 然后里面红糖特别的足 你看 它里面的核桃特别的香 嗯 特别好吃 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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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 1 2 2 3 9 1 7 7 7 8 9 10 嗯 因为我上一个视频 有在询问大家对于 就是喜欢看什么样的视频 是元素啊还是 减瘦化加速吃东西 还是什么加BGM之类的 那个结果还没有出来 所以这个视频的话 我还是会先把元素的放上去 等那个结果出来之后呢 我会再把我的视频 做一些剪辑做一些调整 这个视频的话就 大家就先看元素的吧 还有就是马上要端午节了 我希望我会在端午节之前 把我在武汉的那个 吃东西的视频就是 我觉得都不能算Vlog 但有可能 我都不知道我待会标题写什么 我昨天晚上也剪了 就 会放出来给大家去 参考 因为我真的吃了好多好多家 而且武汉真的好多好多好吃的 长江大桥特别的美 我们去晚上走了长江大桥 超级赞 推荐大家去玩 再有还有个事情我要说一下 你跟家人说一下不好意思 我这样一个视频的话 因为好像没睡醒 然后整个人状态有点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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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名其妙 我觉得我回头自己看了好多遍 我觉得自己 反正录的状态不是很好 以后的话会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OK好今天先这样吧 拜拜 大家就是好好工作 好好学习 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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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